五 四 三 二 大家好 這是兄弟本色 张震月 MC Hot Dog 与顽童 组成的团体兄弟本色 举办日落hiphop巡回演唱会 在全球连开十场 第二站来到美国洛杉矶 团圆年纪跨越不同年代 老大哥张震月表示 是音乐让大家走到一起 我们觉得音乐是我们假的 就是说大家听到音乐可以得到 安慰 可以得到发泄 也可以得到很多不同的情绪 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们 兄弟本身要做的事情 台湾知名嘻哈团体丸童 表示这次演出机会 使他们收获不少 我觉得在舞台上 开始慢慢在建立那种默契 我觉得那就是兄弟本身的 那种价值开始出来了 对 对 那是不同的世代 但是对音乐都是很有热情的 所以有不同的风格 跟不同时代的背景 然后做出来的表演 我觉得这是还蛮特别 而且是还蛮可贵的 所以在这次演唱会 顽童在里面也是学到蛮多东西 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 蛮不错的经验这样子 三组不同个性的艺人碰到了一起 撞出极强的音乐能量 很快就能将观众的热情点燃 热狗表示不担心与美国歌迷互动 对现场气氛醒清兴足 本来就很喜欢我们的 拼着演唱会当下的感觉 其实就一定会有很多的交流 所以其实我们不会去刻意去设定 什么环节的互动 就是一个很正常 很即兴很随性的一个感觉这样 对于与自己并肩作战的后辈们 张正月暂不绝口 同时也谦虚地表示 不管是热狗也好 或者是顽童也好 那我觉得在音乐上面来说的话 这样子的合作 我觉得我自己反而是在学习 跟他们学习 离他们那一块这些稍微有点远 其实跟他们做 然后重新开始听一些新的音乐 然后开始想一些新的旋律 他们其实都非常棒的 而且对于周遭的人事物 其实都非常诚恳 日落黑趴LA战 吸引了上千名观众购票 展现出台湾嘻哈音乐的独特魅力 之后兄弟本色还将转战中国天津 英国伦敦等地 继续开展世界巡回演唱会 Asian Media在工业市的采访报道